欢迎收看今天明天下 汇达军长黄仁勋在昨晚宴请科技大佬 那么被点名的这些名单当中 今天就有个股马上是亮灯攻上了涨停板 变成是标股 那么现在外资也点名说因为汇达的关系 那么世新也有机会可以搭上特快车 而世新现在也传出打算要效法 挥达要把股票给分拆 未来千金股到底会如何重新来洗牌 而在这一次我们看到鸿海 当然董事长刘洋伟也有受邀 鸿海股东会就特别提到 他们接下来会跟挥达一起 合工AI机器人的一个系统 另外在下个礼拜 Computex即将要登场了 当然除了AI之外 机器人也是受到大家的一个关注 还有哪一些的惊喜可以期待 那我们说到现在投资ETF 很多人看到汇达这么火热 也会去选这个含辉量高的ETF 来进行投资 当然也掀起了狂潮 到底00757跟895谁才是人气王呢 另外国内现在房市非常的热 除了建商之外 那么代销业者的生意也非常的好 像海悦在今年前四个月 美股就专进了将近一个股本 到底他是如何成为营建的领头羊 我们再稍后都会带来了解 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 陈薇良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有明 大家好 质朴产业趋势研究所所长杨胜凡 大家好 财经专家郭立芳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薇良 那么挥达执行长黄仁勋 宴请科技大佬 我们说到昨天晚上 这一桌家总起来 整个市值真的是不得了 接近100兆 不过在整个电子五哥当中 我们看到有四哥都已经受邀了 但是为什么却独缺人宝呢 好那黄仁勋来到台湾之后 所到之处都掀起了旋风 那尤其大家除了关心 他的每天的行程 到底去了哪些餐厅 去了哪几摊夜市 享受美食之外 除了有美食旗舰地图 其实投资人当然也非常关心 他点时曾经的AI藏宝图在哪里 从昨天晚上的这一场餐序 真的可以说是高科技的同乐会 把目前台湾电子业 叫得出名号的最重量级的公司 跟最重量级的人物 全部都请到了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一片和乐融融 不管是说鸿海 广达 伪创等等 其实过去这些公司 有的时候是亡不见亡 因为彼此是一种静和关系 也是有静和关系 有时候合作 但是更多的时候 其实是互相交方 去竞争国际大厂的订单 但是昨天大家坐在一起 有一点真的不分排名顺位 或说不分彼此 欢乐的吃饭 合照等等 一片和乐融融当中 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 昨天现场电子五哥里面 那么唯独数来数去 就少了一家公司 斐鱼刚才提到 少了人保 对 怎么会这样 广达伪创 合索 音乐达都到了 就是没有看到人保 那这个是否意味着 在接下来GB200的大订单当中 至少首轮的供应链里面 人保可能被剔除在外了 其实人保这个股东会 我们看到准董事长陈瑞聪 因为许慎雄要退休了 那么他就有特别提到 说在这一次 其实觉得看了 觉得还蛮遗憾的 而且誓言三年之内 三年要迎头赶上 这感觉上还蛮受伤的 我不曉得说陈瑞聪 会不会成为台湾股市 另一个新的老实数 因为大家说大立光董事长 有老实数支撑 这一次在股东会当中 其实大家也关切这个问题 为什么昨天晚上 没有出席这场宴会 根本没有受到邀请 那当然你说没吃饭就算 这不打紧 但是那个背后的意义 就如同我们刚才所提到 除了接下来在下半年之后 全市场大家都在期待着 GB200的大订单 那是否就是分配完之后 漏了这个人保 而且自己爆料 三年内要迎头赶上 我觉得如果说下半年 还没有订单 那可能也许明年初就能够 迎头追上 三年感觉好像还要一点时间 是 所以这个恐怕担心 未来两三年内 如果AI的趋势持续在台股 营造大多头 然后发酵 很多股价可能往前冲的时候 人保会不会相对比较有压力了 因为看起来他比较没有 为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故事 新的题材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 的的确确如果真的是 手上有蛮多人保持股的投资朋友 有时候这个钱还是要现实一点 可能看看就是照片当中 你看谁比较顺眼 挑一家公司再研究一下财报 去看会是不能买进 除此之外 其实我认为刚才所提到 这些电子五哥 或说像台达电 鸿海等等 这个应该大家也都知道 他们就是长期跟辉达的 合作关系非常密切 但是如果讲到今天台股 盘面当中 最意外的惊喜 亮点在哪里 结果没想到 6125广运一开盘开高之后 没多久立刻锁住 涨停到中场 对 因为其实这次 我们没有看到散热双雄 反而是出现了广运 对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 大家也讲了 盘面当中散热有所谓的 双红 齐红 三雄 还再外加一个 过去当过千金的建策 可是这一次都不是 这三档高价股 然后反倒是6125广运 竟然受邀在名单当中 这个也就等于 充满了想象空间 我觉得不只想象了 这等于几乎确保就是说 未来挥达的大订单 订单在握 对 他也是胸有成竹了 所以看起来这个营运 接下来应该有机会 迎头赶上 不过提醒大家 也不要再过度去做追高 吃完饭后 今天掌停板是有庆祝行情 不过因为广运 他要办现金增资 所以通常要增资的公司 暂时他的股价 会处于区间的范围做整理 所以不要去做追价 另外海域党股票 也值得稍微关注一下 这是公控记忆体的龙头 5289 怡鼎 因为同样在这份名单里面 十几个老板 其中也有一位坐上兵 就是怡鼎 这个也算是让大家 有点出乎意料 今天其实他也有冲高的表现 只是说留了上影线 我想还是从技术面角度 稍微带一下 因为毕竟来到了前坡高点 这个是有解套压力的 另外外资摩根斯坦利 其实也点名 在亚洲有七家公司 有机会搭上辉达特快车 意思就是说 接下来股价可能都有 大幅度上涨空间 那台湾厂商里面就占了四家 包括台积电 那另外三家都是IP系制裁 世新KY 金星科跟爱普 那这个后续来讲的话 认为从现在的股价起算 至少都有超过五成以上的上涨空间 不过说世新的话 他们现在打算也要效法辉达 要把股票给分拆 对 因为大家也知道 其实世新过去最高4000多块 那现在也还在2000多 逼近3000元 价格非常高 所以能够投资他人是有限 那这样来讲的话 如果缺乏了买盘 可能股价就不一定能够 马上去联动他的业绩 有所表现 刚刚威良特别提到 就是广运这家公司 其实跟其他的个股相比 大家可能觉得说 他知名度没有那么高 对 因为其实公司 不久前才刚公告4月字节的盈亏情形 结果还是没有赚钱 所以他现在还不是有获利的状况 所以其实撇除掉 现在真正的所谓的散热三雄之外 那些高价的散热股 二三线的公司里面 当然人人有机会 但是各个没把握 因为看起来营运状况都还不是很好 那为什么会挑到广运呢 对 所以我想这个绝对是有 它的相对技术的实力 那因为广运其实公司 目前主要分成三个部门 分别就是自动化部门 半导体设备部门 还有就是有关于散热的部门 其中散热的部分 它的产品线其实蛮广的 包括水对气 水对水 还有双向静默式 它都有一些相关的 对应产品跟解决方案 那其实过去业界也一直传出 它可能已经进入到 辉达供应链等等 不过一直没有被证实 那这一次出行在晚宴当中 当然应该就让投资人 心中吃下定心丸 其实说到广运 它是一个父子党联手 现在正在冲刺事业的公司 那其实我们以前看过很多 这种父子联手 或者说二代接班之后 真的的确会让这个业绩跟股价 可能是如虎添翼 更上一层楼 其实像连大力光也是这个样子 没错 那其实说到 这个父子党的一个关系 在他们小时候 或说年轻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这么紧密 因为爸爸 就是董事长谢清福 他当然很忙 常常要出差 到各国去处理公务 那儿子谢明凯 其实他以前在国中的时候 早就已经是一个住校生 所以待在家里的时间也不多 那我我觉得是周末回来的时候 刚好爸爸在台湾的时候会遇到 可是总觉得爸爸比较严肃 那有一次受访的时候 他就讲到一个小故事 这个有一次要跟同学出去玩 那需要您用钱 找妈妈 就刚好妈妈皮脚一打开没有钱 你去找爸爸 他本来怕怕微微收缩的 没想到去问爸爸 可不可以给我一千块 爸爸直接掏两张 两千块给你 好好出去玩 要五毛给一块 对 他才发现说 其实爸爸也是非常的亲切 那后来当然长大之后 也进入到公司 跟着爸爸一起学习 那也有几次机会参加一些应酬跟参序 就发现爸爸其实对于这个人脉经营 还有世人的能力特别好 这个久过三巡 进完酒之后 席间的每一个人给的名片 名字 称谓 他几乎都能够像电脑一般 把他记下来 对 所以是精头脑之下 才能够把这个公司 整理得井南有序 那我想其实广运未来的一个业绩 当然值得去做期待 有机会油亏转营 甚至持续的步步高升 不过我们讲到其实辉达最近 当然股价受惠于分割 大涨 可是昨天表现有点不好了 突然跌了3.77% 到底是什么原因 最主要就是 美国这边针对 挥达的AI晶片 可能会有这个 比较严控出口的现象出现 因为事实上 早在去年开始 美国就一直一直去 打压挥达的AI晶片 那最主要是考量到就是 会不会有一些 这个所谓国安的问题 或者说中国 落到取得挥达的AI晶片 所以最主要是针对 这个限制的部分的话 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对 不过大家不要太紧张 因为现在并不是所谓的禁令 不是不能出口 但是是采取审核制 就是如果挥达 或者说包括像AMD也是一样 这些美商它的AI晶片 如果要出口的时候 要先取得美国的审核通过 才能够 现在最主要就是 这个通过的速度是放慢了 是针对在中东的地方 现在也加入了 对 因为业界一直传闻 这个中东的AI晶片 可能是在帮中国拿货 所以 习惨地 所以在这个管制上面 可能会比较趋紧趋炎 不过我认为这个影响股价的压力 应该是比较短线而已 因为毕竟来看 它不是禁止出口 只是延后 那也就是说最坏状况 也许第二季的业绩 低延一点到第三季在发酵 不过大致上来看 现在AI晶片仍然是严重供不应求 所以对于辉达目前的产业地位来看 还是很难动摇的 好 刚威良带 我们看到是在辉达的一个部分 不过下一个重点 就是在下个礼拜 马上就要登场的 台北国际电脑展 Computex 在这一次除了AI之外 大家说这个机器人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在先前黄仁勋 他曾经说新一代的AI晶片 让具备有生成式AI功能的人形机器人 可以更聪明 反应更快 所以有名格 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时代 是快要到来了 对 没错 而且今天盘面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现象 今天指数是大跌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整个在Computex之前 黄仁这个宴席的 这样的一个效应之下 其实AI伺服器 今天没有特别的强 但是其实今天的机器人 表现真的是比较好 刚威良这边 有特别提到的广运 到底今天在长什么 其实它有一半以上是机器人 是机器人 是机器人的概念 它本来就是自动化机械设备的 一个公司 我们先来看一下 鸿海今天在上午的时候 在新北的土城虎药总部 举行股东会 当然董事长刘安伟就特别指出 AI伺服器当然是下一个 造元的营收产品 伺服器的营收比重 可以占到四成 这个也就是当初为什么 鸿海从100块涨到170几 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AI伺服器 但接下来如果鸿海 还有下一个比较重要的题材的话 应该是他接下来的 跟辉达合作的AI机器人系统 鸿海本身在这一块 琢磨的时间就很久 只是以前早期 你看我们之前在说到 那个paper的机器人 其实鸿海就有再去做 所谓的相关的一个研究 只是当时没有流行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也认为说 没有一个AI的头脑情况之下 那个机器人基本上 也只是一个看起来像机器手臂 稍微比较好一点的 一个设备而已 但是现在加了一个 AI的头脑在里面的话 我觉得慢慢的不管是对长照什么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商机 AI伺服器也没有几档股票 真的表现很好 但是机器人里面有 十档里面有五档涨停 那这里面的话就要变成是说 所有敏锐度 市场敏锐度比较高一点的人 就会在想 那你所罗门 今年的涨幅已经涨了3.4倍 这个月已经涨了71%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去找 下一个所罗门 但是不是因为说我们从视觉辨识 3D视觉辨识这个领域去找 一般的市场观念 都是用产业去接股票 因为A去做了散热 所以我们去找美涨的散热 A做了这个所谓视觉辨识 所以我们去找一个 美涨的视觉辨识 但是除了这个以外 是不是有其他的比较法 所以这十档里面 不知道大家可以做一个功课 包含像索罗门 尹汉 昆银 罗森 佳能 奇洋 广运 大拓KY 星通跟星际 到底谁比较具有 索罗门的架势 等一下我们来研究 要请有名哥带我们看 因为我们知道索罗门 在今年以来 这个股价涨幅真的是相当惊人 所以到底谁可以受惠 这个机器人的题材 接下来可能会变成 是下一个索罗门 这一波你看 我们如果说所谓的 巨量模式的意思就是说 它在外流通筹码的10% 我们先把它抓出来 比如说索罗门的股本是多少 我们可以算得出 它在外流通筹码 这个时候我们算出10%之后 大概是13000张 再来天量模式就是 等于是50% 50%以上的话66000张 休眠模式就是三天 都没拿到量的标准 它就要整理 这个算法以后有空再跟各位讲 基本上是这样 一个股票为什么10%很重要 因为10%代表一个 整理久的一个股票 第一次的表态 第一次的10% 就是你能够在市场上 周转10%的一个周转率的时候 不管那天是当冲 隔日冲还是什么的方式 它就代表说是有人已经进去了 50%的话就是所谓的天量在洗盘 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股票有一半的筹码 在今天做了一个换手 那个如果不是有实力的人做不到 当然maybe可能是隔日冲 少年股神 那个我们不管 但是我们只把这个量的抓出来 以索罗门来讲的话 它第一次出现10%以上的一个价钱 是在这一天 然后这一天的高量的话 高价是在41.1号 然后出现了之后你就要特别锁定 它中间还有陆陆续续的几笔10%以上 直到了这一天 再喷上去之后出现了一个72块 72块那天的最高价的时候 它是出现50%以上的一个成交量 那各位你要知道 它未来的目标价就把72乘以2 就是翻倍 翻倍 直接这样算吗 直接这样算 就是如果以它的经验值来讲的话 72的翻倍就是144 你看到后来有到 那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我在市场上洗了50%的筹码 如果股价涨一倍的话 我就等于在这个时间点 我拥有100%的一个市值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说这个模式出来的话 我们把刚刚那10党股票里面 再去做筛选 我们会发现有 佳能 新通 昆银跟奇洋 符合这样的标准 所以这个也就是可以拿来解释 为什么在今天这种大跌的盘里面 海明威 大五毛海明威有讲过一句话 它说压力之下的优雅 未知勇气 所以也就是说 在今天大跌压力之下 保持优雅的涨停 这个就是主力的勇气 所以现在回头我们去看 佳能它是做光学眼镜的 它是能率集团 然后它的巨量在这里 天量在这里 它达标日 天量达标日是5月17 然后量15万张 达标的高点是5 9.4 所以乘以2 就118 然后今天的股价 所以它看起来有103%的想象空间 但是这些想象 我跟各位讲 就一步一步的去看 那星通是做光通序 MCC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机器人的延伸周边 然后它的一个天量 出现的一个价钱是62.2 乘以2 然后以今天的股价 昆穎的话是在这个位置 乘以2 跟今天的股价相比 所以这四檔股票排序里面 今天起洋就涨停 那起洋的话 它是属于支 你把它当成是AI伺服器 或者是机器人 它其实都有这个概念 所以如果说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资料 表现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最好的防守就是攻击 在大盘下跌的过程中 有人一定比我们一般的投资朋友 跑不掉了 就是他们持有这么多的一个股票 他们只有一条路 就是过河阻止 他们只能往前走 所以用这种所谓的强者恒强的角度 来去看一些股票 搞不好在这段时间里面 反而比较安全 好 刚有民哥带我们看到 当然在Computex部分下也不要登场了 在这一次黄人轩也来到台湾 那么大家也都在谈 就是这个机器人所谓的这个概念股 不过我们再看到索罗门之后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股 也都是值得留意的 当然灰达带动了AI概念股 是整个大涨演出 那么很多没有买个股的人 也在想想 那么有哪一些含辉量比较高的 这个ETF可以做留意 我们要请教立方 好 其实就是像我觉得 灰达涨那么多 我没有的人 我其实现在也不敢追 所以我常常 对 然后你看我们台股 很多也是带动了这个收益 很多也是你看红海也是 涨得天价了这样子 我们怎么买得下去 所以这时候ETF 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 你还是有办法去拥有 你想买的这个所谓的股王 或者是股后 但是我们是透过ETF方式 那相对的比较低 你看这一次的灰达 就是这几天新闻 已经全部都是爆了 然后有这么多的科技大佬 就陪着我们的黄先生 一起去逛夜市 连我们的Maurice 都一起出来了 这个其实最近 其实今年以来的ETF 其实表现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这一波就带动了 这个有关科技型的 你就发现说 辉达这边很多人就开始好奇 我们在台湾发行的 这些相关的ETF 是不是有一些标的是真的有趣 我们去刨了这些 其实你看这些只要是跨境的 比方说我买的是海外的ETF 他follow的是海外的指数 其实都蛮多的 比方说我们常看到这个 S&P500的 圆大的永峰的这个 还有富华S&P500这个 其实都是有灰达的成分在里面 而且它的比重也不低 你看像圆大这一档 是相对低一点才6.17% 可是富华的这一档 竟然超过10% 所以代表就是说 带动一下它的这个绩效 也是相对的亮眼 可是我也想说 那我不要那么分散 我就是要更聚焦一点 对 更集中更聚焦 对 有没有那种 灰达的比重很高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只有两档标的就跑出来 一个是757 一个是895这样子 那你会发现这个统一 这个富人家 这个它是尖雅股 它全部只选10档股票 所以它非常的集中 所以它今年被消 比如说我们说股票 涨很多标股叫腰股有没有 这一档被台湾的投资人 细称为是ETF 你们的腰ETF 因为它今年以来 也是涨得是很漂亮的 这20个交易日的涨幅超过一成 对 超过一成 而且它过去你看它的净值 这一档在这里 你看它的相规的股价 它已经来到80几块了 当我注意到它的时候 已经60几块 我也是买不下去 但是它现在已经80几块 我根本是买不下去 它今年以来涨幅已经25%了 对 但是它其实并不是最厉害的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标的 那为什么 这个我们讲统一的分家这一档 号称兼牙股的可以涨这么多 你看它的灰打其实有10% 但另一档蔚来车 就是富邦的蔚来车这一档 895 其实它也是非常漂亮 它的灰打大家看一看 持股的比方更高 32% 所以你会发现它今年以来的涨幅 还是大幅的超过统一的这一档 摇摇领线 对 摇领线剩10个百分点 但是我要这样讲的 并不是大家并不鼓励 大家现在去追逐这种很夯 虽然我们今天节目上讲了 我是不是应该就去选这个 灰打成分最高的这个00895 如果我们看好就是AI的后续 看好灰打以后的一个表现 到底要怎么样去介入 因为现在看都觉得股价很贵了 对 股价很贵 我觉得你在选这种相关的ETF里面 你会可以去选 如果你想要比较稳的 其实我觉得你选这种 例如S&P500的这种就可以了 因为里面一定也会有灰打 但是它又更分散 所以它涨幅可能 Maybe没有办法跑得很快 可是在一个趋势带动上涨 对 带动上涨的时候 它还是赚得到钱 所以你看我们又元大这一档 今年以来涨了16% 富华的这一档 今年也涨21% 你说相较于这两档 波动小一点 但是它的报酬率 今年以来到5月才赚个21% 也是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 比较稳健的投资人 像我自己就是选S&P500的标的 那我就没有去追这种高科技的 但如果你是那种有一点钱 那你想要追逐一种 比较高报酬的那种快感跟刺激 而且你也觉得AI 元年以后 未来一些相关的周边的应用 也会越来越形成一个趋势的话 或许你可以去考虑 像这种也锁定 这种科技型的ETF 不过还是要注意 你这个ETF在选的时候 你还是要回头去看 它的选股逻辑 就像我今天讲了 应该没有人知道说原来同意的J党 他只能选10党标的 所以当一旦之前有曾经 尖牙股全面下滑的年代 那个时候 其实你的禁止也可能会跌得很惨 所以此一时彼一时 我们不能用现在很风光的样子 我们就忽略了这样子高度集中风险的 因为他修正的时候 可能修正的幅度也会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 就是你在选这种标的 我觉得还是分散一点 如果你的资金不多 我建议你选S&P500类的 如果你有一些资金 那你想说有一点点是手气 你想要来冲浪一下 那你买这种统一或者是00895 也是一个考虑的方式这样子 好 不过我们要再请教另一方 在之前我们也在节目聊过 就是高股息的ETF非常的行 不过在这一波台股的上涨 却发现到市值型 为什么涨势是领先的 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说市值型就是今年以来 台股一路站上了将近最高的时候 就说差点要破2万2 差一点点 对不对 那台股这么强的情况下 市值型的带动的标的 这些前50大的带动的标的 一定也是占了鞠躬绝位 就是占了一个很大 所以相对于一些高股息的ETF来讲 它的可能表现 其实不会比它更弱的 那我自己的投资 其实我两种都有 我不会说全部都去讲 全部压高股息 或是全部压市值型 对 尤其在4月那一波 大家非常有印象00940 募到一个天大的一个数字 1700多亿 可是它一进场到现在 就是还是破发 还是破发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 是深深套在里面 那很多 所以导致了5月后来 有募了三档 高股息的ETF 都很惨 943 比较乏人问津一点 946那些募得这么辛苦 募集期间一样 时隔交易日 只有募到十几亿 多辛酸 是人家的怎么讲 百分之1而已 还不到 所以并不是 那市场也会有一些讨论 那是不是台湾人 对高股息的ETF 已经退烧了 那我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们去看这个相关的 这个净值的表现跟受益人数 你会发现说 这个净值规模 净规模超过百亿以上的 前面的这几名 全部都还是高股息的ETF 代表台湾人喜欢高股息的ETF 还是拼命的买 因为每个月会有现金流进来 对 现金流进来 对 尤其今年我真的是蛮意外 因为其实去年一整年高股息 表现最好的ETF是00915 今年反而是00919 所以00919你看它一路 因为它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它新增的投资人也很多 它在上一次的配息 0.66块也让大家买 而且它今天又要公布又要配了 所以今天会不会再跟出人一表 我觉得他们就是先拍 就是大家都拼了 我觉得银建股是最近也是一个 非常上涨的一个族群 虽然有一点小小的修正 可是我看今天也是收涨的 银建股现在就是有很多一些 完工的任劣 再加上之前有一些地震的题材 不是倒掉会有一些都工的题材 现在就是这些相关的个股 已经都涨 今年大概都涨了6 70% 分别不等 所以它虽然纳进去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稳健的 不是那种已经标很多100多% 也有那种翻倍的股票 现在这种它纳入了以后 其实它都是用它的殖利率来选的 所以只要 就是它们本身配也是配得很好 配得不错 再加上股价还没有涨到那么高 换算下来的这个股利率 还是符合他们标准 其实就是可以的 那种已经股价涨很多 那一样这样子的配 结果股利率其实算下来就会比较低 可能就不会纳入他们的成分股 刚刚另一方 我们看到的是ETF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美国众议院 他们在日前通过了一个新版的生物安全法案 在这一次他们会限制美国的药厂 还有一些医疗保健公司 去跟大陆的企业合作 我们要请教Simon 如果说这道防线的话 对于这个先起CDMO 会有一波的这个抢单的伤技吗 是的 一定会的 主要大家都在看所谓的半导体的资争 中美之症 然后在AI 现在在就看CDMO 在制药这一块 主要的原因大家可以看 因为在美国这边 他的所谓的Bio Secure的一个 生物安全法案 而且是非常比例非常悬殊 就代表其实美国很担心 中国在代工他们的一些新药的时候 学了很多 然后也可能到最后又反过来打他们 所以他们很担心 又发生同样的事情 所以他推进这样法案的时候 直接就讲明了 就是为了中国的生技资药公司 然后这个药明康德 他们俗称叫做药明系的 这个大概是全球第四大的 然后这个大概都是在全球前十 然后一讲了之后 马上所谓的药明系 就是药明康德跟药明生物 马上就跌了20% 对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就是 以后在CDMO这件事情 会变得中国这边要拿到美国的单 其实就会越来越困难 而这些像药明康德 70%都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受的影响会更大 然后他就会逐步转单 所以如果确定 不管参中医院通过 然后又签了 总统又签了之后 大概转单效益就会很明确 所以包含欧洲 韩国 日本 台湾 全部都在抢这一块新的市场 然后简单来讲一下 为什么大型的这些的企业 会要发展这些药的企业 会想把这件工作给交出去 因为平均你做一个药 大概要做10年 平均应该 其实时间要拉得很长 对 而且要10亿美元 你做完以后可能都没有力气 你可能再去做做营销 你还要管生产 其实这是一个很复杂 所以他就愿意去做代工 然后为什么我们又想赚代工的钱 其实CDMO药物这边的代工 其实比台积电的毛利率可能还要高 他是60到80%的 对 毛利率 所以他其实的钱是很大的 也就是说代工费用 其实我们可以先看 因为这个药证的持有者 因为就已经花了很多的力气 所以他就会想要代工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 其实台湾没有纯代工 没有就是完全就是做CDMO代工 他有新药公司兼代工 就自己做一些新药 但是我也做一些代工 也一起做代工 对 像北极新 大家如果听过的 典型新药业 对 然后有做学名药的 就是有一些专利失效的 这些学名药 兼CDMO的大家就更清楚 就是宝瑞 对 他非常的积极 再也有做一些周边服务 可能一些化学原料的一些供应 可能就像神龙制药 这大家可能比较没听过 所以CDMO它其实范围非常广 而且它的商机其实是很大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一个 大家了解一下CDMO以前可能就一些单纯的化学药 然后小分子药 然后大分子抗体药 现在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高端 好像台积电的奈米制程越来越高 一样的生衣它走向我们之前也有在节目分享过 ADC的新药 还有像那个导弹带钢盔的那个卡的 卡的的药等等 越来越复杂 所以大家再去看一下 这个上中下游里面会有原料 原料药 上游是原料药 中游的话可能就是制剂 生物制药 下游的话就是做制造包装 结果大家看完这个生技的制药代工模式会想到什么 其实就像我们的半导体的代工模式 对 半导体也是上中下游 没错 然后它的核心台湾的半导体 刚好又是以晶圆制造为核心 它刚好也是用所谓的CDMO为核心 去再延伸这样整个的半导体的一个观念 所以大家在看说台湾为什么商机越来越大 因为它走的模式其实就像半导体模式 再来的话 那我们看到说我们都可以做 上中下游其实我们都在发展 那未来的商机 是不是可以足以支撑我们去投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去年的话 大概是2023年大概是有将近1462亿 然后未来的几年 其实它还有稳定 像比半导体差一点 可是它有大概7.3% 然后到2031年还可以达到2570亿 的美元的一个商机 那主要的机会我们来自于是什么 第一个大型资料公司 它的外包CDMO 以前它大概 2023年大概只有30% 然后未来的三年可能会到40% 然后它持续的外包 第一个它可以降低成本 我们大概知道有一些健保药 这些旧的药 这些 另外比较复杂的就是在于 创新的那个新的药的代工 像一些中小型 我们刚才看到这些新的药 那它就几乎没有一些可以生产的 就跟我们IC设计公司有很多 可是它就没有生产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它需要去做外包 另外创新的药物我们说过 越来越复杂 它就越需要外包 因为它以后CDMO 也会走向资本密集 技术密集的一个制造业 所以看起来的话 它的商机是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下一页 所以如果是美国 现在要打压中国大陆的 这个生计产业的话 那台湾厂商刚好就是 有最好的卡位的时机 没错 我想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台湾以外 我们可以先讲一下 全球为什么那么积极的 也在做这件事 就是说它的商机真的很大 而且越来越需要 所以第一个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以前的富士软片 都用来拍照 拍完照 其实是2010年之后 他就没有再做这些了 他主要的心力 就来做CDMO的代工 他现在的话 大概是全球第七名的一个位置 然后他也追加了 所谓的12亿 就在4月份 今年4月份的时候 扩美国厂 因为他也看好了这个商机 另外的话 就是有一间叫美食的 其实他也专注在高毛利一些 CDMO的业务 我们听说他现在的血癌的新药 也在美国 听说出货也是非常好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TSMC 这次叫TBMC 台湾做的 台湾生物制药生物公司 这个当然就是工研院 加我们的生技中心等等 大家一起组成 其实他跟这个美国的 所谓的任力策略合作 他也是一样 他就是负责研发 然后我们台湾负责做生产 所以这有点类似台美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案例 最后的话我们谈到就是说 大家都认为美国真的很好 所以我们大家台湾看得到的公司 其实现在在美国就设厂了 包含宝瑞 永信 北极星 还有泰福 易威等等 都在美国设厂 所以总结来讲 因为这个生物法案开始了 所以大家都在抢 我们认为台美关系更好 其实蛮有机会抢到更多的商机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 现在台湾的房市非常的火热 不仅这个建商 其实代销业者的生意 也真的是好得不得了 所以大家说 如果现在要买房 真的是买房时尚 最卑微的时刻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谢谢 谢谢 现在十分钟 那么没有 你在哪里